见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势 我们能看到多元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元的未来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讲古文学中的资质通鉴 中国的文献 有个词叫汉牛冲动 自古基金非常多 因为中国古人 印射书 纸张 发明都比较早 所以文献比较多 在这些文献当中 毛泽东有一句话说 中国古代有两部大书 一部叫史记 一部叫资质通鉴 都是有才能人 在比较困苦的情况下编撰的 其中就有史记资质通鉴 资质通鉴这本书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作者 这个书和这个作者 大家都知道司马光 司马光是北宋时代人 按照现在活得并不太长 六十多岁 跟王二世同时 北宋什么地方呢 陕州下县宿水乡 今天山西运城 安一镇的东北人 可是他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 司马光的光族就这么来的 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做官 他出生了 就叫司马光 因为那个地方叫光山县 宋史二十四史之一 一开始有他两件事 一件事你知道的 一件事你不知道的 你知道司马光扎钢 反映他的睿智 你不知道谁是司马光 从小的史学禀赋 说光神七岁 凛然如成人 就是少年老成呗 七岁在今天就是小学印尼这样子 文讲祖师春秋 爱之 退位家人讲 积了其大志 自是守不诗书 志不止积克寒书 爱之是喜欢 了其大志是聪明 对吧 守不诗书 不止积克寒书 是勤奋 喜欢 聪明 天赋 还努力 那些能够组织成就来 所以成为标比千秋的史学家 当然他可以见识 对吧 群儿戏与庭 有孩子掉到水里去了 嗡的里面装着水 大家都害怕 他用石头扎钢 对吧 最后孩子就活了 那后来呢 当时守队地区还传送他的故事 我们还是年功终对讲他的书 《思默光》之所以称《思默光》 就是因为他编了一部大书 就是《自治通鉴》 现在国际图书馆有他的残稿 为了这个残稿 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 去向《自治通鉴》介绍这本书的 先讲它的内容 这本书记载了22个王朝的兴衰 那22个王朝什么意思 从东周战国时期讲起 一直讲到呢 这个秦汉 魏晋 南北朝 隋唐 五代 宋朝以前 1362年的历史 西书 收入了眼底 内容呢 有300多万字 如果加上注 可能五六百万字 中华书书的标准本呢 金庄有十本 瓶庄有二十本 是一部大书 就是说四马光生前呢 还很少人能从头到尾读下来 为什么这么难读呢 因为这部书是个编年史 一年月一方向编的 编年史的书啊 头绪多 线索多 你不用抓上 所以一般不容易读下去这顶 第二个呢 这部书呢 没头 也可以说是现在这也没尾 对吧 他头从战国讲起 公元前403年讲起 为什么从战国讲起啊 那前面呢 我们知道战国是很重要的时代 公元前403年 这个在希腊罗马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在希腊来说 这是他的盛年的时候 在罗马呢 应该是他这个共和国时期 那但是希腊罗马是没有下上中的 中国也下上中的 有人就问司马光 说怎么从战国写起呢 他说金不可续 金不可改 先是讲金不可改 因为春秋左传 是他前面 讲春秋的事 那是金 儒家的经典不能改 那为什么接着主任写呢 金不可续 说明司马光很谦卑 金不可改 金不可续 其实也有超多的原因 你光抄人家的 不合适 第一 抄金不合适 太狂妄 第二呢 先情的记载 比较简略 抄起来不麻烦 所以呢 这个作者司马光啊 他刚刚是写的时候啊 十九部正史 三百多种过来的书 他可以去参考应用 但是金不可改 金不可续 表示一个谦卑 他自己啊 只写了前八卷 战国五卷 秦三卷 是他自己写的 写以后呢 送给他们那时候 那个时候的老板 送殷宗皇帝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历史 殷宗皇帝 他一看了这八卷以后 大家赞赏 就给他算国家项目 给他拨了经费 让他来进行搭班子 来写 所以后面的二百八十六卷 是一个班子帮着他写的 刘班 父子是称为三刘 刘树 也是很有名的学者 这父子 还有范祖渝 刘班 刘树 范祖渝是主要的 加上他的儿子司马匡 教刊 提供一些材料什么的 编证二百八十六卷 在当时都是专家了 刘班主要是负责 捍卫三国部 因为战国秦 他自己写了 皇帝已经肯定了 他也不好改 也就不改了 所以从捍卫写起 然后呢 进南部朝呢 刘树写 他是这份的专家 范祖渝呢 是唐代专家 范祖渝还有一个小产品 叫唐剑 现在还有这个书 五代十国呢 还仍然留书 当然五代十国 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总之是这样子的 儿子司马匡是做助手 这样子呢 花了将近十九年的功夫 编寸了这么一部大书 这几个人都是专家 可是司马光可不是 当主编挂名的 他不挂名的 他是真正来花功夫的 花功夫的 后面我再跟你讲 那么司马光生前 就已经发明刁板印刷 就是已经印刷了 刁板印刷书在五代就发明了 在北宋时候就已经来印书了 所以这本书写出来以后呢 就在浙江来印 我们现在能 国家图书馆能看到它的诵本 原本 包括胡三水的著本 但是大家通用的是 中华署署出版的 这个资质通鉴的标点本 这个本子是1954年呢 在毛泽东跟 本京市副市长 清风大学院教授 吴涵唐花时候说的 他的资质通鉴 这不是好啊 虚实有章法 历代辛衰治乱 本末逼句 都这本书可以熟悉历史史诗 从这继续建议教授 因为当时要整理古籍 所以在中华书局呢 专门立了一个古典文学 文学堪行社 第一本书就是资质通鉴 所以1956年 在中华来安排下 顾吉刚等十二名家 著名学者 典教的资质通鉴 1956年出版 这个现在我们看见 中华书的版本 就是当时 已经是中华书局的名没了 第二年呢 续资质通鉴 1957年 你看效率很高 那么接着呢 才是二十四史 那是从到59年左右吧 前后 史记出版 然后前四史 可见这本书的出版呢 是最早的 资质通鉴的标点是最早的 这个书作者呢 花了功夫 读者都很肯定 他有一套编辑程序 什么编辑程序呢 司马光啊 在跟他的那些助手啊 这个通信当中啊 透露这个信息 我在中华书 出了一本书啊 叫资质通鉴通石 里面介绍 他自己修不用说了 那1965年 他开始自己修了 但是呢 第二年就官方来修了 尽管一年多不到两年 殷宗就死了 神宗寄所来修 当时 这本书的名字叫通智 但是神宗看了以后 就在通智这名字啊 智是记载的意思嘛 就太实在了 所以取了个名字叫资质通鉴 而且把序先写好了 我们知道皇帝写序很不容易啊 这书还没编好 序就写好了 这个我在我的书里面啊 智序 有中华书有一本书叫智序 富贝亚提示周情汉堂的金世之道 特别对啊 现在中华书就出版的 最早出版的这个三个序 做了分析在那序言里面 有当时 元朝人的序 有宋朝人的序 等等 宋朝人的序 就包括啊 这个宋神宗的序 还有南宋的胡三省的序 还有元朝的宰相 还得序 对你有分析 一共花了十几年 没写完就写了个序 序中特别谈到这本书里面 所提醒的智序理政经验 可是对司马光来说 他有两个理想 他不是一个理想 一个理想 他是想编一个信史 为大家所信奉的历史 一个理想是 学编 能够给帝王 给尊主 给读者 能够借鉴的历史 又不光是知识性的 又不通识 是很有思想性 有借鉴性的通识 就是一个是知识性的 一个是借鉴性的 对吧 因此他在编造过程当中 他就注意这两方面 第一个要真 求真 第二个要用 求用 你不真的话 那他也不信你 你没有用的话 那大家不阅读你 或者阅读的范围就小了 所以呢 除了他以神作则以外 他立个规矩 第一 编从目 他让各个作者 把所有的能收集到的材料 都收集了 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下来 这个叫从目 始料从 像目录那么清晰 哪一年发生什么事 哪一月发生什么事 哪一日发生什么事 按顺序记下来 凡是没有日月的 就记在这个年的最后 没有年的 这个材料呢 就示在这个人的 这个事的背后 这是叫从目 然后呢 从目出来以后呢 这只有目录还没有材料呢 材料再加进去 叫长边 我在我的书里也讲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自己探索过 这个一部中国通史的 他也写过一部中国通史的 但是那都是类似从目写的东西 就是纲要写的东西 从目就像纲要 长边不一样式 长边是把内容放上去 你就抄上去 所以他的材料一落一落的 一屋一屋的 编完以后说 他那个在洛阳啊 那房间里都一落一落的书 材料 你看现在资助通缺 放在书架上并不多 虽然有十本二十本的差别 但是你现在一落一落的 为什么 就是他也很多材料长边 编上去以后 真正能够被他用的 大概只有几分之一而已 多少都被删掉了 删的过程他也定两件事 考译 定稿 先考译 这件事记载有不同 有不同分歧的办 你说是五月三号 他说是五月初四 这是日期差异 你说是李静做的事 他说是李记做的事 你说是玉事工做的事 他说是陈书宝做的事 对吧 你看这就人物差异 日期差异 他也考译 我看了一下 司马光的前八卷考译比较少 一个可能材料少 第一个他一个人修的 没有经过从墨长边考译这个程序 后面有太班子了 他能够材料多 大概经过从墨长边这么一个考译这个程序 他考译多一些 我在我的资论通识里面都写 考译专门写了三十卷 在宋元的版本里外 考译是单独出版的 考译之后定稿 定稿主要是三番区节 要不如果把材料都编上去 那就得不到他的初衷了 他初衷看过皇帝讲 为什么要编这本书的理由的时候 去讲这个道理 就是太烦难 从史记汉术以来 这个材料太多 人均根本没时间看 所以他要三番九节 他自己讲了 他花了多少功夫三番九节 那么自从这这本书尽管读得很少 当时读得很少 因为斯木光那个时代也比较特殊 就是变法时代 斯木光并不得志 到他得志的时候 他很快他就去世了 然后就是后面的德宗 徽宗倒来倒去的 到南宋他的地位一下就高了 为什么南宋的军臣认为北宋为什么灭亡 就是党政搞的 为什么党政呢 就是因为变法 所以斯木光曾经被蔡金的人 列为元佑党人 还立了个碑 第一个头就是斯木光 他们家属都不能参加科考的 不能当官的 就是一个黑名单一样的 我们在贵州那地方 发下来没毁掉这个名单 你问那是徽宗时候的事 到南宋就翻过来了 斯木光就成了凝成了 所以资罗通鉴也受到格外的重视 在斯木光倒霉的时候 有人要毁版的 要把这版毁掉的 或者是张敦告诉他 你看 有人告诉张敦 你看这个版上面写着 张敦不也是号称 寄成王安石来变法 你看 神宗皇帝 你爸爸写了序在这 你不能把序毁掉 所以才没毁掉 这毁的就麻烦了 我们就没有这部大书了 我刚才讲的 那么斯木通鉴 竟然篇幅大 历朝的政治家 军事家 学问家 学者等等的教科征扎 他一定有他的意义 什么意义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些例子很多 赵光印打淮南的时候 那已经是到了 资路中间的晚期了 五代时期 他去打淮南 有人向周世忠报告 是赵光印这个人 他贪腐 战利品往自家拉 你看那一车 满满的 周世忠就很生气 他赶紧派人去调查 一看全书 他就问赵光印 所以我让他当 进军首领 你怎么弄这么的书呢 打仗的时候 带这么的书干嘛 赵光印告诉他 哎呀 你让我管事 让我指挥三军 我不读书 我的本事从哪来呢 我特别赞赏赵光印 因为他的领导 因为他的领导 他的经验说哪来 一个人的经验说哪来 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他写过一篇很感人的文章 他是有个女孩子 特别美 大学生 身材啊 皮肤啊 皮肤啊 眉眼啊 头发 那么美 他说还是我这个远方亲戚 因为他的连近啊 得一个远方的侄子 对吧 连近的远方侄子 跟他也沾线带骨了 有一天 连近就告诉他 这孩子自杀了 他很惋惜 这么美的女孩子 一个大一身 对吧 贝蕾出开 怎么就自杀呢 他说他失恋了 男孩子就找别的女孩子 他叹气了半天 最后讲了一句话 我就赞赏这句话 读的书太少 我为什么赞赏这句话呢 对吧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女孩子 不可能有那么复杂感情经历 怎么可能 对吧 有那么多感情经历复杂 特别单纯的女孩子不会 可是你没读的书 你读的《红楼梦》 你也知道林黛玉 那不那么容易 你别说现代人的那些 男话女爱 那种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读的太少 想的太多 这是我们经常的毛病 对吧 当年孙权上 吕蒙读书也讲这话 我又不是当你执行当博士 你涉涉涉涉见往事 往事不就历史吗 所以鲁苏过信仰 就跟吕蒙讲 你的策略 恢复无相阿母 所以叫建往事 增财略 而资罗通监这么说 他的意义就在这 他给我们建往事 增财略 你看 斯木光通过 从目掌握的史料 通过长编集中的史料 通考译证明的史料 通过定稿 三简的史料 往事在他的笔下 既精简又强行 梁吕蒙在新史学 1902年他写的新史学 隶属旧事之弊 但是对斯木光的自治通见 仍然评价很高 他说 司马温公通见 一天地一大文业 结构是红尾 取材是封单 使后世有欲惧通识者 事不能不具为蓝本 而至今还没能超过他 温公一为人在 这个我也不知道 读了多少字的通见了 但是我确定你阅读 你觉得斯玛光了不起 那么复杂人物 复杂事情 会议书 有头有尾 总体上来说 当然也能找这些小的不足 总体上是前后呼应的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他死的时候 他是我一辈子经历 尽脆的此书 我现在 木花昏金 这个头发没几颗了 牙齿没几颗了 我的精力都送到这个书上 希望读者能够有所收获 确实 你看 我们不讲别的人 有一个电影 叫重庆谈判 过去 说毛泽东早上在六弯 蒋介石也六弯 碰起了 蒋先生好 任职先生好 打个招 拿这本书 拿来看 自治通见 拿来看 自治通见 我也不知道这个导演 有没有根据 但是毛泽东确实酷爱 自治通见 你现在到毛泽东 故居去看看 那一名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部翻破了 还用透明胶 粘着自治通见 晚年的毛泽东 眼睛不好 因为白云内障 啥也不能看 所以他专门找人给他读书了 可是毛泽东不是陈一雀 陈一雀演技不好 他背得下来 但是他也要人给他读 否则他没法研究 那毛泽东晚年的白云内障 那怎么办呢 那是中央有办法 对吧 当时吴建平他们给他做了一手术 为了保险起见 那时候手术水平还比较低 就是割了一部分 没有完全割下 只有他眼睛的胶带一打开 毛泽东说也能看见了 他一下子也流泪了 他也能看见了 看见他身边有个些梦的护士 他把他叫梦夫子 说主席啊 你又在看书了 你在看啥呢 哦 自治通见 你都看了多少遍了 他实际变了 每读都获益匪浅 一部难得的好书 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 不是不想读 而是没那个时间了 有说啊 通见里写战争了 真是写的 身材飞扬 传承得很 充满编发 你发现没有 毛泽东读出门头了 你看他读进去 他能看出那边好了 你飘在外面 你是读不进的 你在毛泽东没书看 看十七遍 就这本书 不是 我了解了一下 最早应该是舅舅 送给他那本礼物 少年时代 后来呢 他读湖南师范 文二讲习经 获得了一本全本 刚开始可能是接本 应该是刚进一书之类的东西 这个也就是他对这个书是熟悉的 毛泽东 现在留下的最早的文献 是他十九岁写的这篇文献 就是写历史的 写西目立信的 我非常佩服的是这个老师 写的评语 他历观此生作品 自是伟大之气 若加以恭候 其前途不可限量 我们过去都听说一个帝王 少年的时候看什么红光满天 刘邦还咋白色起义 总得有点事 是吧 这可是白纸黑字 老师看了他的历史评论文章 知道他将来全都无量 那不厉害吗 这个书呢 294卷 前八卷他自己编的 战国秦 后面286卷呢 大家一起编的 大家一起编的 他在他的原本里面 后面都写了他的提弦 就是说赤玛光 不如光写赤玛光 他担任了职务 他什么是担任这个职务呢 你看 你就知道他什么是编的 所以过去有人写过不少 关注资识通鉴这本书 就是关注这本书的 资识通鉴成为一个学了 叫通鉴学了 因为他是个大家族 朱熹就编了个简本 叫赤识通鉴 高墓 朱熹算什么光的之音呢 南宋的 到时候他还找了个助手 一个人看不了 袁书也是南宋人 他编了个什么呢 就是通鉴 既是本木 从此发展了一个体材 既是本木体 一个事情原委都讲清楚 对吧 他的是从头到尾讲 没有加一个字 全是资识通鉴字 但是把编年体编成既是体 原书的 后来有成为一个家族 对吧 明史记者 末 对吧 这个 宋史记者 末 等等 这个南宋人还有一个人 就是叫南宋 四孟光 为什么受宠 还写了一个什么 蓄识之中的长编 蓄识之中的 为什么加个长编呢 谦虚 表示我 我这是长编 我不敢序字 四孟光 自尔通鉴 但是记载的是 北宋一朝的史诗 篇幅很大 因为长编 它樊无一点 但是作识料是很有用的 那么当然 我刚才也讲了 那么宋代以后 写序字的通鉴 还很多 包括这个 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刚建一之路》这本书 那是清朝人编的 这么书可不得了 我的考察 我也写过文章 它很可能翻译着法文 在欧洲出版了 冯炳正的《中国通史》 十几本 很多就是《刚建一之路》的 法文本 因为一直包括清代内容 都在那里面 所以马克思 恩格斯和他们老师黑格尔 当年对中国的了解 就看《刚建一之路》 所以在西方影响比较大 《自治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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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讲 《自治宗建》本身 它的内容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我先给你讲第一个故事 谁呢 就讲《三家分进》 这是《自治宗建》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 《三家分进》 《出》 前面就是这一句话 《出》 《出》什么呢 《自治宗建》 《自治宗建》 《自治宗建》有两种出 《到序的钱》加个字 《出》 《出》 《全》 《为吕蒙约》 《出》 《出》跟刚才那个第一次开始不一样 就是《到序的》 当初多少年以前 这是左传的写法 《自治宗建》也继承了这个写法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文原题 讲《三家分进》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有两个名人 一个齐桓公 一个晋纹公 这个晋纹公在的时候 在流浪的时候 齐桓公还没死 齐桓公还把族时的女孩子嫁给他 跟他一块流浪在外十九年的 一批老臣 他回归后就成为晋国的骨干 后来晋国的晋军大权旁落 主要这些骨干 或者骨干的亲信 他们的权力比较大 魏家 赵家 都是当年跟着晋纹公 先祖跟着晋纹公在外 流浪十九年的 而韩家又跟赵家的关系很铁 但是当时不止这三家 当时有六家 范氏 中杭氏 还有一个智 智氏 现在讲AI 智能 智能那个智 智氏 然后才是魏 赵 韩 一共六家 掌握着晋国的大权 中杭氏 范氏都灭了 现在智家最大 他家掌握着中央的权力 就是晋国中央的权力 可是魏 赵 韩 也是大夫之一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 甚至西州 它都有这么一个体制 叫啥体制呢 春秋战国叫东州 天子 诸侯 大夫 氏 平民 我们打个比方 天子就像中央的一把手 诸侯就像各个省 自家市 自治区的一把手 尽管体制不一样 大夫就像地级市的一把手 室就像县级的一把手 县下 狂权不下县 下面就是平民了 对吧 你看 所以大夫被天子 吩咐了诸侯天经地义 秦国就是西锤大夫 当年周天子从浩金 就是在今天的陕西 迁到洛邑 就是今天洛阳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周平王 迁到洛阳那是东边 所以叫东周 谁帮他搬家 其中有一家最卖力的 就是秦 秦是周天子的西锤大夫 我刚才讲大夫 向来帝氏这一集 所以周天子说 好吧 我都搬到洛邑了 那块地方也乱哄哄的 就给你吧 秦就从西锤大夫 变成秦国 变成诸侯了 大夫编诸侯 对吧 这是天际地的事 齐国 鲁国 当年的晋国 燕国 对吧 这都是周天子 分封的诸侯 那你司马光 从这来写干啥 周济 威力王二十三年 就是公元前四百十三年 出命 秦大夫 为此召集 汉钱为诸侯 有啥意思 而下面司马光 还写了一千多次的评论 所以当年毛泽东身边 那个孟夫子 就问他 主席让他读通鉴 他会一开始读这句话 说他才写了一句话 司马光就写了上签字 干啥 就是这 毛泽东说 那说明 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刚才讲了 大夫当诸侯 是天地地 是有啥重要的 问题在这 毛泽东也凭这个事 因为这不是周天子 自愿封他们为诸侯的 他们已经是诸侯了 周天子被迫承认他的位置而已 当然 其实还有田氏戴琪的 他们的影响 出命 敬大夫为司召集 韩前为诸侯 这件事是天子被迫的 这些什么意思 就是天子的权威没了 整个统治秩序 就礼崩越坏了 是不是 你天子不管用了 你说海南省 是从广东出来的 这是中央的部署 如果你广东省的其他市 自命为地级省十字区 那不乱套了吗 那咱们中央还能管理吗 那就乱了 那就是诸侯 遵法昏串了 所以这不是个小事 出命敬大夫 为司召集 韩前为诸侯 不是个小事 司马光在这写 一千多次的评论 就是告诉你 天子都不守规矩了 你还怎么让下面守护君呢 天子不是不守规矩 他没办法 天子没势力 好 问题是 司马光把这个重要事解写下来 是表示 我写自治封建 是以这个为开始 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抓一年就来开始的 这一年 表示天子全为施入罪 大夫自我认命 是一个大事 然后 倒数五十年 这一件事是怎么来的 这三家怎么来的 倒数五十年 你看 等着多写了五十年了 就是 智博这个最大的这一家 被魏赵涵 消灭 从倒数五十年 就是公元四国 可是倒数五十年被消灭这件事 并不是空穴来风 突然就消灭了 再倒数 这一倒数 却基本上接到春秋了 倒数这个 智博是怎么当上晋国 领导人的 怎么当上呢 他怎么能当晋国领导人 故事是这样讲的 智家老大 叫智轩子 他们有个儿子叫智瑶 特别聪明 聪明伶俐 智国就很想把他 第一长子 想接班 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我们知道 天子的接班人叫太子 诸侯的接班人 一般叫世子 世界的世 就是当世子来培养 对吧 他们家族有人反对 这智轩子觉得很奇怪 我的家儿子智瑶这么优秀 你反对个啥 智国就讲了他理由 你看 这个东西的逻辑很严谨 三家分禁来自灭的智博 智博不灭 因为他们家显出接班人 我们继续讲 为什么反对 因为智国说 你家儿子是很优秀 是很出彩 但是他贤人忍者有武 岂不逮着有义 贤人忍者 这比人强 超过别人的有五点 美兵长大 长得帅 射欲足利 射箭欲驾车 力气勇敢 就是业务一流 技艺逼技 就是多才多艺 现在打个洪化 当时不一定是这样 唱歌 跳舞 卡拉OK 踢个球 那全会 巧闻变会 能写 能说 能说会道 还能写这些漂亮文章 厉害吧 有的男孩子很闷 很怂 不 强异果敢 长得帅 业务强 多才多艺 能受害道 能写文章 还强异果敢 无条 假说你是个女孩子 18岁 20岁了 你找不着他做接班 做对象 至少在你考虑吧 对吧 哎呀 可以考虑考虑 人家还是关着带呢 太帅了 对吧 个儿高高的 可是为什么他不能直接帮人呢 这个我说 既不呆者 一 不仁 你发现没有 不仁是什么东西 按照司马光的心中说 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处理 尽管你情景不一样 他内涵有差异 仁呢 可以跟圣 有相似相近的这个道理 最高是圣人 儒家最高是圣人 圣人就不犯错 仁呢 就是那个圣人的品质 他永远是仁者 是吧 一般人可能是某件事 一个阶段做的人 但是做领导的要仁 仁就对别人好嘛 你不对别人好 那你当什么领导 领导谁去 是吧 所以我发现了 这个智国提到 他嫌人这五 都是匹夫的能耐 长得帅 能力强 多才多艺 能写能说 强一国 这是匹夫的能力 而人呢 这是领导的素质 所以当领导不必本事 你呢都是有本事的 比的是你手上有本事 你手上有本事 还愿意去跟你做事 那就一个最继续的要求 你当领导要人 四孟光曾经对人有定义 有妇人之人 有人君之人 妇人之人就婆婆妈妈的 哎呀 就像讲项羽一样的 讲袁绍一样的 言语欧 替西分诗意 吃的喝的都 人家生病了给人家 人君之人是吗 那就成就别人 对吧 你要人家 这个有理想 有信念 这是高的 低的呢 还能养教护股 修正者 信教化 欲望无养百姓 不至于大 总之治国是反对 就是 就是说一个人呢 你有能力再强 真的是匹夫 只有能够领导他人 也必须是人 才能当领导者 不仁的人是不当领导者 但是治宣子没听他的 治国知道将来 一定不会好结果 他改名换姓 就不在他治家 我有个学生 他就姓治 我说你们家 不都杀完了吗 怎么还剩下呢 有可能是 后来过季的还是 这个情况不一样 你看 西奥多罗斯福 跟那个 富兰克林罗斯福 虽然他的婚礼 是前者主持的 那人是总统 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家族 家族很远 比较很远 这个司马光 虽然最早可追的司马家族 但司马光的老祖宗 要追到司马懿的弟弟 司马福 美福公司的福 那是司马懿的弟弟 不是司马懿的亲自己后代 所以 这个 治室现在还有 他说我们那个地方都姓治的 不是个别人 好了 司马光的自治宗建 又给我讲的另外一家 赵姐妹人 赵简子 赵简子这个人你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跟你熟悉的人 我们平常听说一个故事叫 东郭先生和狼 这狼追得无事可逃 那个东郭先生把他藏起来 谁追这个狼呢 就是赵简子 他是个能人 春节末期的一个政治家 他也找接门人 按照道理他也好多孩子 但是自治通见只写他也两个孩子 大儿子伯鲁 那个伯就是老大 小儿子 吴旭 史记的赵世家和赵简子通见 考察这个孩子们的办法也不太一样 因为赵简子通见他要解明一点 他不能那么详 赵简子通见说 他请他们来 考考他们 给他们一个顺解之词 叫顺的顺 顺解之词 就是我们讲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自想不惜后的载物 可能内容可能比较多一点 复杂一点 反正就是顺解之词 就是你好好照这个词 去修炼自己的那个意思 说记好了 别忘了 别丢了 收好了这个简 一人一放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这老爷子突然问老大 你还记得那简上写的啥吗 不记得了 三年过后谁记得 那简呢 找不着了 诗其简不能举其词 老小呢 吴旭啊 你还记得吗 送其词圣席 背得拱过来收 简呢 他扒在这儿呢 过去那个宽衣拨带 就是像那袖子这样的 像口袋一样的 他放在袖中 简就在他袖中 当然 赵世家里面对他们还有其他考察 我就不讲了 但以后通介没写 他觉得老二不错 你看很谨慎 很谦卑 对吧 所以他就离老二为接班 你看 找接班人 方式是不一样 几年后呢 两家老人呢 都去世了 现在呢 智家仍然掌握着 这个 晋国的大权 智家掌握身边差 他们是轮流来的 上军 中正 下军 上军将 上军左 中正将 中正左 下军将 下军左 一共六个人 就六家 这么轮着来 如果少了一家 他们就会 进行调整 就这么呢 所以你没有将兵制裁 你是很难接班的 因为轮不到你 现在 两家老人的趋势上 智博即位了 按照史记 按照自主通解的说法 他很强霸 处事强霸 祝风伶俐 一方面 对治国治理也不错 也立了些功 他主持中央工作 一方面 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考虑自己目标 他举了个例子 他想 魏家 韩家 赵家 先后 要他交出 万户诚意 明面上是去打 越国 说越国现在 怎么能称霸 我进国才称霸 筹资军费 实际上是 戒功 祭司 韩国 魏国 都答应了他的要求 为什么答应呢 好汉不出眼前窥 不要当头 胳膊扭不个大腿 像智博正人 强霸用事 你要不给他 他就揍你 揍你 白揍死了 所以 韩国 魏国 明明都不想 但是在他的辅佐 开导下 给了智博 万户诚意 智博骄傲 得胜尽致 他指定要赵国的地方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你要 各让给我 赵相子拒击 说这个土地 一层地都是我祖上留下来 祖业 怎么能交给你呢 赵相子 说不 只不果然率领 魏涵两家去攻打 赵相子 我的自助同学家会 现在出版以后 还有读者给我写信 不止一个读者 都说写信说 这个地方有没有水 你说他要去打你 有没有水 到哪个地方 提出普通看法 这三次呢 因为当时赵相子 是有地方可逃的 那好汉不止眼睛会 长子 山西长子市 邯郸 河北 邯郸市 长子市 长治市下面的一个县 县子还叫长子 邯郸还叫邯郸 晋阳不叫晋阳 叫太原了 山西太原 这三个地方都可以逃 他不去长子 他不去邯郸 因为长子 成高持身 劳不信花了力气 修得成 劳不信要拿命 给你守城 人家肯定不干 邯郸仓库封营 劳不信 叫了粮封营仓库 劳不信要拿命 去守城 劳不信肯定不干 去晋阳吧 晋阳 民心 坚固 我父亲赵俭子 当年让永夺 守正阳的时候 晋阳的时候 就告诉他 你要 要小心为事 要以民为本 大概是这个意思 原话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晋阳是作为保障的 还是抽丝剥茧的地方 赵俭子告诉他 保障 根据地 就是这意思 所以赵俭子 生前就告诉儿子 赵俭 如果晋阳的护荷减少 护荷减低 你不要去追究 用永夺在那的 亲要不负 对民心巩固 他不去长子 不去寒带 去晋阳 你发现没有 你不发现 自治推荐在跟我们讲故事吗 讲道理吗 就是物资重要 城市重要 但是都不是人心重要 对吧 我们治国安邦 我们当领导的 你看啥 你治理一个单位 无论是企业好 国家好 或者一个机构也好 你靠什么 人心最重要 对吧 人心其太善疑 不过史学家 不会跳到前面来 他至少不是频频 跳到前面来 尽管有200多数 陈光月 就像史记 史诚月一样 但是不会一直跳 他跳到前面来 像哲学家那样 讲道理给你 跌跌不休 他是用事实 来讲这道理 赵俭子很明白 物资是重要的 城市重要的 但人心在这巩固的 美国的戈阿尔汤王 对吧 这卡奈基说过 把我土石烧了 把我仪器砸了 把我城市砸了 这把我人留下 我重建了钢铁帝国 讲究这个道理 好了 古人 治伯率领 魏凯两家 去攻打赵国 对吧 陈造惨蛙 民无叛逸 但是他坚冲抗战 就是说民心最可靠 在抗战过程当中 就暴露了智博的狂妄 和不谨慎 那时候到处都是水 他们在视察整个军情的时候 要坐在车里面 那战车坐三个人 前面中间是驾车的 叫玉 魏环子 那还不是诸侯了 尽管类似诸侯 他们还是大夫魏环子 战国时候一般大夫都称子 魏环子 这个环子是后来他死了以后给他的封 氏号 氏子就是一个言字边 一个利益的义 这个字念氏 就是盖棺论定给他一个号 就像我们讲唐太宗 唐太宗都是死后给他的号 他名字可能叫皇上 叫上 当时就把他叫皇上 陛下 总之 我们就用他后来死后的号来称呼他 像唐太宗 秦始皇 都是死后称的号 魏环子驾车 后面两个人 左边靠后的是尊者 右边靠后的是参称 参本来是一个马子边 一个参军的参子 也不把马子边不写上光写参 这个参称 称车的称 参称就是陪同 也可能是保安 对吧 也可能是你的助理 你说三个人都是 大夫啊 对吧 你怎么就坐在真准的位置上呢 人家怎么就给你驾车呢 人家还给你做参称 你说的古代是讲理的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三人是同学 有人坐在真的位 有人坐在一般位 这个大也无数位 古代是讲理的 你比如说 也是自知同监里的 赵和 赵国的国境 赵和先王 秦国的国境 在一起见面 请赵和先王 让他 鼓涩 受阅气 那就是很大的侮辱 对吧 我们都是国君 我怎么给你演奏呢 一般戏子 在古代都是不好听的话 所以这个车里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反正同学 坐在车里 大家说 你坐这个位 我坐那个位就完了 你坐在真正的位置 一个给你驾车 一个人搭陪同 这是不间谍的 理论上说 都是一样的 大夫 对吧 都赵 智 这是第一个 狂妄 第二个 他说 还说了一番话 无奈金 只水可以亡人国也 我今天才知道 水可以亡人国的 这什么意思 我今天才是水可以亡人国 自诺东也接着一句 就讲 因为韩国和赵国 首都旁边都有水 进国的河流众多 他们都有水 也就是说 他们下一个就轮到他 所以史书上说 魏环子和韩康子 他们两就互相 你踩了下我脚 我碰了下你胳膊 也就是说 同病相连 也就是说 这个盟友 已经发生离心离德了 你智博倒是 自得其义 可是魏环这两 这心里会怎么想 哎呀 这个动作实际 就被人看见了 他身边也有高人 告诉志伯 说魏环两家必反 紫黑之之 你怎么知道的 他身边的人告诉他 以仁智力之之 你看 打了 到过以后 我们就分起地 对吧 现在很快就完蛋了 只要两块板砖 没被水盖上 只日可想 你看这个魏和韩 脸上的样子 没有高性的神情 却有优势的颜色 他担心下一个就是他 所以他们一定反 志伯按照道理 应该采取防范措施 对不对 他没有 他就问这两个家伙 哎 有人说你们也不造反的 你是不是也烦我啊 这两个就说 觉得没有 那我们怎么做这种 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事 马上就分田地了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 这一定是赵家 跟你天有加速 挑不理解我们的关系 绝没这事 讲完以后就出门了 出门正好呢 那个助理进门 他狠狠盯着看着他一眼 所以说 主公 你曾把我的话告诉这两家呢 紫黑之之 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他两家 哎呀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 他们狠狠地盯着我一眼 他就知道我知道他心里想的啥 而且告诉你 智伯不穿 史书用那个穿子 穿就是不改 这家伙赶紧出彩 到齐国就出彩不回了 我觉得 四周同学写得很精彩 他形象的刻画了 智伯的狂妄 对手的谨慎 对吧 然后呢 身边人的聪颖 智伯的狂妄 这个盟友就变成敌手了 照相子知道 虫光虫光的道理 所以派人告诉这两家 我完了 就是你们 你们看着办吧 然后三人想 想了个主意 约定 这正晚上 三分智伯 这就是公益前453年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事 智伯已经长全力 完蛋了 那以前可能还有一些年代 孙伯光在这里 又做了一个大评论 智伯死的时候 他说 很有名的评论 他说一个人 他分德和财 得财双全 叫圣人 得财双无 是愚人 得强 财弱 是君子 财强 得低 那是小人 我们如果得不到圣人 得不到是君子 对吧 有些得给小人 还不得给愚人 因为愚人没本事 他破坏不了什么事 小人 他本事很大 干什么坏事 你受不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 他自博是个财神得的小人 他当领导一定会出事 不管孙伯光讲对不对 对我们今天来说 为君之道不比本事 确实比的是你手上的本事 而且让他们心人寻福地为你去做事 对吧 刘邦成功以后他去讲 我为什么赢呢 下语为什么输呢 并不是我的本事比下语大 你看 谁能帮我做事 认识威为之中 决神千里之外 无不止止防 正国家安百姓 转想输不及量度 无不止消和 子防就是张良 消和是他发小 对吧 连百万之中 战别圣 功别克 无不止韩信 三者皆人皆 他们才人中豪杰 我能用他所为因 而泛曾相语 和泛曾横不定 所以他摆在我手里 所以你发现没有 毛泽东说 刘邦是风景地方最厉害的 为什么最厉害 他知道不是他的本事大 而是张三里次王母本事大 所以你智博那本事有啥用 最关键是要人 而且要人均之人 其实 泽东东这本书 他在讲历史故事的时候 他总包含着某种道理 这种道理从一千年前 接近一千年 他刚才编这个书的 已经一千多年了 司马光刚刚出生 就是他2019年 2019年是他一千年 但是他死的时候 已经还不到一千年 这接近千年来的历史 常见变化很大 但是人心没变 道理没变 所以历史的规律就没变 我给你再举个例子 唯臣之道 吴启的故事 吴启的悲剧 吴启这个人 他生的时候 在公元前 就是说在440多年 所以资助同学没写了生 但是写了他死 因为公元前三八十年代 资助同学范围内 他早年在魏国 宝魏的魏 魏国 是一个富商家庭 应该家里比较有钱 但是没有地位 所以他想做官 花了好多钱去 去找个公共职务 春节战国开始 也有公共职务了 何况他也不是一个 普通人家 家里有钱 但是他没搞成 他一怒之下 杀了30多个人 只好逃出国家了 临别的时候 偷偷地跟母亲说 若不为亲相 是不回为国 这些阿庆跟阿庆嫂说的 不回这个人呀 不来见人 可是那些说说人呀 他和真是这样 后来呢 他在魏国学儒 诸说老师是 曾参的后代 这里有考证 元书写曾参 时代不得对 钱某先生有个考证 说他应该是曾参的后代 曾生 母死不奔丧 什么意思 老母亲死了 你应该去奔丧吧 你是中国人 你不能抹死奔丧 他说我跟母亲说了 混个人呀才回去 那老师一想想 这孝金都是大家编的 太不像道理了 断绝死人关系 你不是林肯 林肯21岁离开家里 他爸爸去世了 他忙没功夫 他爸爸奔丧 那是美国人 不是中国人 何况是曾家的后代 所以他就断绝跟他的关系 无计没办法 契儒学兵 在鲁国 做官 因为契儒学兵 兵法是齐国最好 所以他的老婆姓田 那是田家 是个大家族 在齐国 下面呢 就有一段 跟你讲 我在清华大学 有时候开这种课 或者让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些话 他在鲁国做官 下面就发生一件事了 齐国人攻打鲁国 鲁国觉得无其心 所以想他为将军 可是他老婆是齐国姑娘 他有没有私心 会不会受到老婆娘家人的影响 所以鲁人已遗志 下面一句 杀气求将 杀了老婆 要当将军 所以呢 这个他叫大破歧师 为将军 你要做成一个事情的话 就有人来 嫉妒你 无其做成事了 作为客亲 大破歧师 齐国可是大国呀 鲁国是小国 或曾之鲁和月 史实上说 有人在背后 曾言 就是在领导面前 背后说的坏话 说你的坏话 一定是一部分真的 一半是假的 没真的 领导不相信 没假的 不自身死地 那都是 全部都是真的 那不叫曾言 那就是背后报告了 好 下面他就说了 无其刚开始在真身当学生 母死不奔上 老师跟他断绝关系 现在杀气求为君之将 无其残忍薄行人员 这是真的 对吧 确实有这事 母死不奔上 杀气求将 下面就是似是非的 似是非就是非 对吧 看起来像是 实际是非 下面讲什么呢 且一鲁国小小的国家 却能战胜大国 齐国之民 那么国家安全 就更危险了 诸侯屠鲁鱼 齐国打我们 侵略我们 我不把他打败 难道我投降不胜 所以说他是 似是非就这意思 可是看起来 确实你的国家安全局势 就受到影响 这是外交里另外解决问题 对吧 这不怪无其 鲁侯居然听了这鬼话 把无其的职务给免了 免了 不让他当将军了 这样的无其就害怕了 害怕得罪的国家了 所以他就要离开鲁国 再去找工作 听说魏国的文侯很贤能 他就到魏国去工作 魏国的国家 魏文侯 三家分界是魏文侯 分界以后第一代国境也是魏文侯 干了五十多年 是个很强势的国境 战国最先起来的不是秦国 是魏国 三家分界最得力的是魏国 就是因为魏文侯 魏文侯去接受了他 因为他听李克的话 说他是军事人才 四毛郎居都比不上 四毛郎居是春秋时起过的一个将军 吴吴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 现在我们还留下一些残层的吴吴的文章 叫吴子 史记里面孙武跟吴吴是一个传的 你知道孙武是什么 对吧 孙子兵法是留下来 可是吴吴的兵法后来就散落了 但是唐朝人的书里面还有一些残检 他说十人愣将常观着勇 十人的一个将军总是勇敢勇敢 勇之之将乃数分之一 勇敢对一个将军来说 这是几分之一 不是最重要的 你看都讲到点子上了 吴吴平常跟士族分劳苦 行军自己打绑腿 跟大家行军不起麻 夜晚不睡在席子上 跟大家打地覆 不睡在床上跟大家打地覆 就是说很得人心 最后史书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自主中间讲了一个故事 足有病居者岂未永知 你可能听不懂 士族有病居的 居这个字 一个病字头 一个而且的且 用过去的人 很喜欢受伤 容易受伤 一个剑 一个刀 一个急 你皮肉就受伤了 受伤 他很容易发浓发炎 过去中医 一般带个小医童 给你拥着 这个嘴巴 它像消毒 这个液的作用 你不是拥开 然后再清水洗好包扎 就能够暂时防止他感染 无起亲自永之 他亲自来把这个农给他积掉 你看多么关爱十足 祖母闻而哭之 这个士族的母亲听说以后就哭起来了 灵人就觉得奇怪了 你的孩子不就是个士兵吗 将军亲允其祖 亲人允他农疮 你哭什么 碰得这么爱 灵人将军 他母亲说 非然也 你们不知道啊 当年蜈蜈蜈 对他爸也是这样子 他爸的无功守约当兵 也是跟这种农疮 最后就该死了 打仗之后 一个人往前冲 不知道他回都死在江场上 那现在他对我儿子又是来这套 且不知其所以 我不知道这孩子哪天又在江场上完蛋了 所以我提前哭了 你看 领导对你 是好 你别高兴太早 你说不定任务就接着来了 你感恩在德 然后就赴汤道府 这就是领导力的原因 所以那个人啊 对他来是人 对你可能也是人 但是效果是干啥 要你赴汤道府啊 总之这五起是个能带兵的人 懂得这个关爱士族 当然我告诉你 五起的制度建设也没错 五起打造的特种兵叫五族 那是三晋时期很有名的 他们能够全副家族 带十二弹的 一弹相当三十公斤 十二弹是多少公斤以上 三百多公斤 能够拉出三百多公斤的那个弓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的少年在乡下的时候 我看见过人家背两百斤 那很一般的 拉弓嘛 有个视频媒体军令 就出列 杀敌人人头 军阀从事 什么意思 五起不仅仅是人爱 五起还有制度 既懂制度又懂关爱 就是文化 所以五起是个带兵的 五起还懂政治 所以这个像写小说一样的 你知道吗 杀敌人家的写法就是这样 他欲情故纵 五起这么优秀 是为他悲剧去搬底子的 五起是个悲剧 对不对 又这么优秀 就我们看小说 你会发现 想得特别好的时候 之后他来一个让你没想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样 司贸光想一个国家完蛋 也是用这个写法 魏国为什么完蛋 他写了很多很多很多 做的道理 你读下来 你觉得他不完蛋都不行 五起还有什么呢 政治才能 魏文侯死了 魏武侯继位 由此呢 他们去寻上西河之地 西河什么地方 运城叫河东 寒城 魏南 那地方叫河西 西河当时 五起的地盘 五起的西河守 所以魏文侯就感叹了 山河险要 非常坚固 你坐在飞机上 你看那个地方确实很坚固 三峡过去 那个山 那个峡谷 很坚固 是国之宝野 魏武侯干叹 年轻的魏武侯 五起就告诉他 大禹 放流放三苗 商汤 击败下劫 昼王 讨伐 因昼王 后者三权都坚固 但是有什么用 三权坚固 不能成就霸严 关键是要修德 一个国家的安全是你有德 德在民间 德在人间 那你自然去巩固 所以国家安全 在德不在三层险阻 如果你国军不修德 周中之人 船中之人都是敌人 魏武侯舍 讲得好 善 你确实不错 好了 你看看 欲擒故纵 懂得带兵 制度建设 还留下来著作 当然这些不是自助通都写的 你看刚才自助通也写过的 他懂政治 会带兵 自助通也写过的 如此卫星高的武器 如此能够的武器 现在自然是宰相的热门人选 一条圈子 一条纯 魏武侯也宰相 呼声也很高 武器 可是不是武器 居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田文 自助通建有不止一个田文 一百多年后还一个田文 孟长军也叫田文 但是这个田文是另外一个田文 是个田文 武器很生气 史书人记载武器找田文论理 他说带兵打仗 我们俩谁行 田文说 我不如你 治国安邦 我们俩谁行 田文说 你比我行 那镇守一方 谁的功劳大 田文说 你的大 那武器觉得习惯了 你带兵打仗 不是我 治国安邦 不是我 镇守一方 不是我 怎么是你出来当宰相 而不是我出来当宰相呢 最后田文说了一句话 方氏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 是我出来当宰相 还是你出来当宰相 武器漠然良久 半天不是话 漠然良久 是史记经常用的话 自如同也经常用 漠然良久 却半天不是话 想说 但是还不想说 因为他不愿说 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漠然良久 默默无欲的 很长很长时间 约 守着自己 应该你出来当宰相 大家想想看 这个武器那么大本事 是这个田文是说了一个什么话 让他不承认也得承认 这个宰相应该是田文 而不是武器呢 这就是自治通界的魅力 你想过没有 你滑就滑过去了 这两人对话就很简单 带兵打仗不是我 治国安邦不是我 镇守一方不是我 那么怎么是你当宰相 不是我当宰相 这个田文说 这个情况下 是你出来 还是我出来 武器默然良久 应该你当宰相 这句话是什么话呢 这句话是 主少国疑 如今我们的国金年少 上下游宜不安 大臣百姓 有的不富 有的不信 谁出来 魏文后 我刚才讲的 干了五十年 地位很高 攻击很大 威望很高 对吧 在一个强人 泄墨以后 大家最希望的是 稳定 最希望是按既定方程办 最希望是 不要变老子的规矩 所以这个时候 像武器这么强患的人 很可能是 让各方利益 不放弃 田文 这个相反 大家温和的人 反而能接受 你看看 古往进来 其实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的人 为什么讲是 为臣知道的 有的人觉得 靠本事就能接班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有的时候不完全靠本 所以这个 你们注意了 强人过后 一定是一个温和的人 这个温和的人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过的荣物 一种是隐藏得很深 他搞得很厉害 我们这个田文 就是过的荣物 过的荣物 很快的田文就过去了 来这个谁呢 魏相公书 既害武器 你那个 比你 不是宰相的人 比你宰相 这个 能耐还大 不舒服 公书的 下面有个仆人 就告诉他 哎呀 武器很容易让他走人 他就给他出了个连环境 你看 武器这个人 很刚进自喜 资助松建用的就是这个词 刚进自喜 史记用的类似的词 但是换了一个说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 自以为是 不会转弯 靠本事吃饭 那么既然这个性格 性格局的命运呢 你就回去跟国庆说 说武器是个贤能之人 你的国家太小了 他未必能给你留下来干 好好干 你试着挽留一个女孩子 你把公主嫁给他 你试试看 他如果不想留下来干 他肯定退辞 如果他想留下来干 他肯定接受 第一步吧 然后你就邀请武器到你家去 你事先告诉你这老婆公主 对你很作戒 对你很不客气 对你很不待见 有个气管言 有个帕尔朵 武器看这哪是公主 这哪是老婆这是个领导 他看见公主这么作戒你 他一定辞 那武器就待不住了 你的谋略就重了 公主果然先跟国君说 武器之嫌 人邀请武器去家里 让公主故意 表现得很气管言的样子 武器 当国君跟他谈议这个事 他说 喂 领导领导 我喂老婆 不去公主了 不去公主了 史书说 喂午后 遗知未信 怀疑 不再相信 不再信任他 起蜘蛛 谁奔出 武器在这待不下去了 他也奔出处过来 你发现个情况没有 武器哪也待不下去 对吧 武器不是没本事 恰恰无始痕有本事 史书上没有再继续讲武器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结果出来 史书讲了 什么结果 楚道王知道他厉害 任命他为国相 武器实现少女的梦想 武器大干一番 搂起手子 手要大干一番 史书说 他民法审订 民权法律 审慎颁布法令 民法审订 就这意思 法令严明 法令精准 裁掉不重要的官员 把跟国军的家族 那关系很疏远的人 待遇都裁掉 钱留下干什么 抚养战斗之士 目的呢 墙壁 那些讲外交关系的合作联魂 一看不听 自己就是以军队来治理天下 南平北越 北却三进 七发情 果然楚国很强大起来 但是 楚国的贵族就恨死武器了 他曾经让那些贵族到乡下去发展经济 所以你们迁在乡下 迁在落后的地方去发展经济 又裁置他们的待遇 当然很武器 你们发现吗 这个情况跟稍后 比武器稍后是商鞅 这时候商鞅还没出来 就情况一样的 得色人太多 所以当楚道王通 就死了以后 武器没靠山了 跪迹踏成阻乱 武器就没了 但是武器还跑到王帝尸体上 藏起来 他知道他跑不掉了 这些涉他的人也中了王室 一下战以后 少王就把那些阻乱的人杀了 七十多家 你发现 武器整个的人生 是放人深思的 在我的书里 陈尹就韩非子一些话 一些生活的小字 所以他很倔强 目标陈尹 做事 不考虑别人感受 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但是武器的事 很值得反思 一个人建功立业 这是无可厚非的 人生目标也无非的 但是你在这个时间目标过程当中 会涉及到方方面的利益 你是有所顾忌 母死不奔丧 杀起求将 这上 对吧 所以管理学上呢 有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人上不上爬的时候啊 你脚上千万不要带泥巴 你脚上太泥巴以后呢 你很可能呢 就不小心踏上这泥巴 就掉下去了 就是一个人 建功立业的时候 要修炼好自己 所以《易经》有一卦叫千卦 第十五卦 上面是坤 下面是梗 坤是大地 梗是高山 高山不是大地 下面去了 你给千卑不千卑 天到地到鬼神之道 人到都喜欢千 而且还有一句话 劳千 君子有忠 有功劳 有苦劳 你就千卑了 没有功劳还缺你了 武器本事这么大 武器能耐这么大 武器功这么高 恰恰应该千卑一点 是不是 他不是 我靠本事 这个人是这样 你看 有钱的人 他不随便花钱 我们叫做节约 没钱的人 不随便花钱 这就是啥 这就是没钱 所以你有本事 有功劳 有沉浸 你要千卑 没本事 没功劳 他也吹点牛 听司机 我今年业绩不错 不过领导就看上你了 对吧 你可以吹点牛 所以这个武器 在建国力业当中 他不太注意 所以人生当中 碰到这些 红颜薄命 英雄失穿 这是常见的道理 当然我们反过来说 一个像武器这样 有真本事 有真能耐 处事有不足 对吧 做事有欠缺 对这个人 作为领导者 说你要用好武器 对吧 因为他有欠缺 所以他为你所用 如果没缺 他可能立毛 自己当老板 曹子就说 武器在位 秦人不敢东向 不敢往东看看 在处 三界不敢往南 打南方的主意 谁手下武器 都有这样的人才 都能见过利益 总之我们自治通鉴呢 我刚才给他讲的两个故事 唯君之道 唯臣之道 在自治通鉴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 后面随后讲的 商言变法 跟武器基本是同时的 武器死以后 商言入侵 商言也是魏国人 保卫的魏 也跟武器一个地方 商言变法的意义在什么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变法 但是没有一次变法 能像商鞅那样 因为其他的变法和改革 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 商鞅是建立一个制度 一套制度 商鞅的变法影响了秦 秦影响了两九多年 都是这个制度 只有邓宫的改革 可以跟商鞅变法相比 邓宫的改革是很系统的 商鞅的变法也很系统的 同时期我在书里还比较了跟苏伦改革 波利克的改革 还有罗马的哥拉古兄弟的改革 马略的改革 都没法跟商鞅变法相比 他们也有影响 但商鞅变法影响更持久 更长远 所以我告诉大家 自主通信不光有一个人 一个社的成败得失故事 他有长时段的历史的成败的 这个得失的经验 包括魏晋 包括随塔 所以王富之 明清的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 叫《读通见论》 他是看历太心塞 观成败得失 可以自输 提升自己 三点水一个书 书是书 书就是书士 提升自己 自输 可以毁人 教会的毁 可以跟人分享 跟人一起得到启发 可以知道而乐 你自己也行 知道而乐 知道道 感到很快乐 为君之道 为神之道 为人之道 处世之道 所以读史 读书 读通见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自输 毁人 直到乐 好了 我今天可以讲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 typically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